欢迎收看小春电影 这一次分享的是《灵异》第六感 作者是小春网友 诗人持续沉默 麦克是一名资深心理医生 帮过不少问题儿童宠婚新生 因此获得了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 妻子安娜感触颇深 她明白丈夫付出的努力 甚至有时候为了工作忽略了自己 当晚两人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打算来一场九尾的大河西时 却不料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一个眼穷发黑 身上布满疤痕的年轻人 穿着内裤闯入了二楼的洗手间 原来他是麦克的病人文森 患有严重的情绪焦虑症 麦克以为是父母离婚导致 并没有对他进行深入治疗 谁知道麦克刚想说几句道歉的话 文森就抓紧一把手枪 毫不犹豫地射向他 然后对准自己的脑袋 举枪自杀 麦克捂着肚子倒在了床上 安娜犀利的叫声 划破了夜空 时间来到次年的秋天 由于非常后悔 没对文森给予更多的关心 麦克免费接诊了与对方病情 极度相似的九岁男孩科尔 希望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可两人的第一次沟通并不顺利 科尔似乎并不喜欢他 脸上充满了警惕和戒备 除了诊断书上的父母离异 极度焦虑 个性孤僻 麦克还发现 科尔的手臂上有几道抓痕 似乎病情比他想象的要严重 还没聊上几句 科尔若有所思地朝教堂外走去 在门口前还拿走了祭台上的圣母像 于是麦克只能循序渐进 想方设法去讨好病人 他会表演烂到不能再烂的魔术 只为了让科尔笑一笑 麦克会亲自送小男孩上学 了解到他被同学称为怪胎 麦克还主动上门拜访 知道了科尔的父母离异 从小和母亲生活的事情 由于母子缺乏沟通 母亲并不知道孩子的怪异 就这样 麦克和科尔慢慢地越走越近 甚至成为了忘年交 但科尔到底有什么秘密 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 小男孩始终闭口不谈 使得麦克一无所获 另一边 他把时间都花在了科尔身上 完全忽略了妻子安娜的感受 导致两人的感情出现了危机 在结婚纪念日的晚餐时 麦克一个劲地道歉 可安娜始终一言不发 甚至抢先一步结账 说了一句 结婚日快乐 就起身离开 回到家中 派克在厕所中发现了安眠药 发现妻子似乎患上了忧郁症 这使得麦克越发感到郁闷 不明白如胶似漆的夫妻 怎么变成了陌生人的模样 更让麦克无法接受的是 安娜居然婚内出轨 和一个年轻男人油然 麦克认为是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 导致对妻子的关心不够 才使得两人渐行渐远 他失望地告诉科尔 打算让其他医生来接受 但科尔苦苦哀求道 只有他能帮助自己 最终麦克没有狠下心 放弃这个男孩 事实上 科尔的病症根本不是什么焦虑症 而是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灵异现象 比如 科尔母亲前一秒还在厨房忙碌 转身到洗手间拿东西回来时 竟看到所有的柜门和抽屉都开着 虽然母亲心有疑惑 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在同学的家庭聚会上 科尔一个人默默地走到楼顶 能听到柜子里传来的呼喊声 两个调皮捣蛋的同学 趁机准备捉弄他 他们架住科尔的胳膊 将他锁到了屋顶的柜子里 等到听到儿子的求救声 母亲冲到黑屋子边上 不顾一切旋转把手 才发现 科尔被吓得晕了过去 而医院护工却认为 科尔母亲有家暴 因为小男孩的身上 出现了许多割伤和瘀伤 直到此时 麦克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对科尔敞开心扉 诉说当年自己遭遇的枪击事件 希望通过治疗 来弥补对文森的愧疚 而这份真诚也打动了科尔 他悄悄地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原来科尔拥有阴阳眼 经常能看到已经死去的人 他们能像活人一样走来走去 甚至还可以和自己说话 所以他才会去偷圣母雕像 放在寝物靠近的自制帐篷中 祈求能得到神的保佑 那科尔说的到底是事实 还是自己的幻想呢 回到家中 麦克播放了之前和文森对话的录音带 当把音量键调到最大时 竟然听到 还有一个男人在不断地苦口哀求 到此 麦克相信了小男孩所说的一切 第二天 麦克在教堂找到了科尔 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麦克认为 这些鬼魂并不是想害他 而是希望能为他们完成一些遗愿 他让科尔不要害怕 不妨去听听鬼魂的诉说 当晚 科尔在帐篷中被惊醒 一眨眼的功夫 身旁出现了一个呕吐的女孩 她被吓得魂飞魄散 逃命似的跑出帐篷 这时候 她想起了麦克的话 便鼓起前所未有的勇气 主动上前 和女孩聊了起来 至于两人聊了什么内容 导演并没有直接揭晓 画面切换到了那位女孩的葬礼上 悲痛的亲人聚在一起 低声交谈 麦克陪着科尔来到了女孩的家中 在卧室找到了一盘录像带 稍过片刻 科尔把它递给了女孩的父亲 结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全部验证了麦克的判断 因为女孩并不是死于绝症 她的母亲才是母后真凶 女人长期在食物中下毒 才导致了女孩的死亡 回家的途中 科尔按照麦克的吩咐 坦白了自己的秘密 但母亲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直到克尔说出了她的一件事 在埋葬外婆的地方 母亲曾多次问过一个问题 外婆给出的答案是每一天 此时母亲才和克尔相拥而起 因为她的问题是 自己能否让外婆感到骄傲 于是母子间的误会和隔阂 一一化解 正当以为这是一部 讲述沟通的电影时 结尾却上演了惊天逆转 晚上麦克准备喝熟睡的 妻子说悄悄话 想试图挽回自己的婚姻 却发现一枚戒指 从对方手中滑落 奇怪的是 那正是自己的婚戒 而手上的那枚却不翼而飞 麦克突然想到了克尔之前的话 死去的人 不会意识到自己死去 他们只能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 到此真相一切大白 原来在文森开枪的那晚 麦克抢救无效 已经死亡 也就是说 和克尔的第一次见面开始 全都是麦克的鬼魂 所以在结婚纪念日 安娜才会对她不理不睬 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婚内出轨 而妻子得抑郁症的原因 正是对丈夫念念不忘 无法走出枪击事件的阴影 当麦克意识到真相 难过却又无可奈何 他和妻子进行了最后的告别 在两人的结婚录像中 整部电影戛然而止 好了 感谢大伙的收看 一定要让我看到你的留言哦 下期栏目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